反开放瘦肉精 8000猪农使蛋炸农委会 昨天在行政院农委会前 聚集大批愤怒的猪农 炸蛋颇粪 猪农不满政府日前提出开放瘦肉精政策 中华民国养猪协会动员全台各地养猪户 北上抗议 协会包了200台游览车 号召8000多人参与 众人先在立法院前集结 随后前往农委会抗议 警方也大阵仗动用上千人用巨马 人墙阻隔 猪农群情激愤 但息农委会 猪农两度冲破巨马 和警方爆发强烈冲突 现场一片混乱 甚至有猪农昏倒在地 针对马英九提出的有条件解禁美牛 养猪协会反批政府 不务正业 欺上瞒下 马上变脸 因为我们养猪农民坚决反馈受盈 因为他们成本比较低 又让他们开放 因为我们台湾农民养猪农民没有钱 在美国也不是全部都是瘦肉精 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权 难道我们真的比较小吗 现场出农要求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出面说明 最后因陈宝基在立法院被巡 还由副主委王震腾出面协调 邀请各地养猪协会代表入内协商 经过一个小时后 在层层紧密保护下 王震腾出面说明协商结果 另外为拉台低迷的猪价 农委会协调台糖暂缓出猪 并立刻办理淘汰种母猪 宰猪冻存肉猪等方案 党猪协会表示 若政府强硬开放美牛 将号召两万人北上抗议 动新闻 王震腾出面 爆炒